哈囉我是阿金,歡迎回來觀看Metro最後曙光的遊戲影片 呃這個是接續昨天的結束的地方嘛 我...為什麼我要爬過這扇門啊,這是幹嘛啊 這裡感覺就像鬥技場一樣啊 該死我...我馬上就想到我等一下可能要跟某某怪物對戰了 這整個場景就是這種走向啊 他說他得看看是怎樣,讓他先去探路一下嗎 這邊可以往下走嗎 我...我不知道要不要下去,該死了 呃... 欸等一下 會不會有東西可以撿啊 沒有,防毒面罩 呵呵呵 不知不覺一直在鑽狗洞啊 這個什麼怪物啊 大蝦嗎 沒有日記可以撿 問題是這關有日記嗎 有 該死了,這種地形我應該...沒辦法找到啦 對我的眼睛來說實在太高難度了 有東西,然後... 其實前面幾集對不對 惡魔一直在我頭上飛來飛去 但是他都沒有真正來攻擊過我 看來這次我必須跟他作戰了 我趕快越過這個 有水的地方 一定有蝦子在裡面等我 我往哪裡走 我打不死他啊 我明明是不是拿著最強散彈的嗎 為什麼還是打不死啊 而且這裡可以走嗎 這是哪裡啊 我怎麼會走來這邊 這邊可以進來耶 好神奇喔 是往這裡走 沒錯,等一下 我又看到陷阱了 我這次要小心一點 這次我真的看到陷阱 沒有陷啊 有蜘蛛網耶 好久沒出現的蜘蛛 難道又要出現了嗎 什麼聲音 這什麼地方啊 喔 軍用子彈 就這樣 就這樣 這傢伙是 在核戰之前 還要來搶收音機的錢嗎 上不去 往前嗎 有路 這個BVV什麼意思 水有毒嗎 不對是快沒氧氣了 還是怎樣 惡魔對不對 他在吃什麼東西 我應該 那邊沒有路可以過去 地上沒有 建築物可以讓我踩 我是不是應該試著不去驚動他 算了不要過去好了 等一下我看一下地圖 到底在哪裡啊 要往哪裡走啊 天啊 蛤是往後面走 等一下 被我死 這附近 輻射怎麼那麼高啊 蟲子的聲音 不管了趕快衝過去 我 我不能趕快離開這裡嗎 Fuck 往前衝到一半突然前面好幾隻怪物衝過來 我後面還有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等一下 呃 該死了我感覺 哈哈 用這把槍換子彈超快 但是子彈也吃超快的啊 什麼地方啊 我在這裡 對嗎 完蛋了走錯邊了 不過還是紀錄了 這裡是一個死 死窟是不是 可是他這邊好像是什麼事件是不是啊 我來了之後被包圍 然後 然後什麼也沒有 太坑人了吧 這個地方 呃 我是從這裡進來的嗎 好像不是喔 地板好像不太一樣 哈哈哈哈 看看東西就想要開槍 不是這裡 欸 轉地洞的啊 什麼啊 什麼啊 豬嗎 還是猩猩猴子什麼小 那什麼啊 上面那隻大隻的到底是什麼東西啊 猩猩嗎 是人家說過的什麼猩猩怪物嗎 很強對不對 我在 我玩到現在第一次看過那個怪物 完蛋了 而且 他出來的意思就是代表說 等一下我要跟他對戰 200%一定是這樣子 我只希望 反坦克用的狙擊槍 能夠發揮作用 是這裡嗎 剛剛打雷突然閃了一下 是阿通突然眨了眼睛嗎 我可以繞過這裡不是嗎 為什麼我要從這邊過去 Fuck 我怎麼不能跑啊 我怎麼不能跑啊 這個是 這個是事件是不是 Fuck 那邊 剛剛那邊為什麼不能跑啊 完蛋了還要充 還要充 充氣 天啊 他的背部 我看到了,紅色 我怎麼打不到 不行不行不行,我要稍微冷靜一下,我看地上有東西要撿 我先把小隻的全部打掉 Fuck,不要咬我 他攻擊範圍怎麼那麼大 我怎麼沒有補血包啊 我怎麼沒有補血包 該死的,我可以打他背部的時機就是 就是黑衣給我看他落點的那個時機對不對 我要怎麼閃開他的攻擊啊 打的範圍實在太大了吧 我先把他旁邊小隻全部幹掉 子彈還有嗎 喔,來了 一次我只能打一發而已喔 我剛剛有打中對不對 衝過來了 我必須不行的繞最大圈的範圍 閃躲他的攻擊了 喔有子彈 還有一把六連閃彈 在沒辦法的時候我就必須換子彈 直接換槍了 Fuck 邊跑不能充電 快啊黑衣 我在等你的視線 可以讓我看他的落點 天啊 哈哈哈哈哈哈 這是一個無盡的 打帶跑遊戲 Fuck 他怎麼都不會 他怎麼都不會 再露出背部了啊 而且每次他的 都有孩子來保護他是不是啊 我掛了他了嗎 他的孩子跑到他身邊是怎樣 Fuck我要換槍啊 我不能被連續擊中啊 要不然我就死定了 該死了我這次一定要換掉槍 11發而已 死定了 超煩的 我要放擴刀地雷了 我要等他再過來一次 我要等他再過來一次 Fuck 再放 亂放一通 中了 Fuck 我記得這邊有東西 他不會再 他不會再 Fuck 我要對他造成一定的傷害 他才會 有了有了對不對 我要對他造成一定的傷害 他才會露出背部是不是 他要死了嗎 我拜託你趕快死好不好 欸逃命了 耶 我成功了 我成功活下來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該死了 然後我突然想起一件事情 媽的又是我的 始終忘記開 這隻傢伙 你要讓他露出背部之前 有沒有必須對他造成一定的傷害 就一直搞 要一直對他 開槍一直打 一直打 一直打 打到他 欸這幹嘛 他在受傷然後 這些小孩子是在咬他嗎 現在在幹嘛 我要救他喔 我的畫面黑了一下 這是一個 怎麼講阿 是說那些小看守者跳到他身上的時候 是在幫 是在咬他嗎 還是在幫他修復 修復傷口 我不知道耶 但是 我把那些小 小看守者打下來的時候 畫面確實黑了一下 所以說我不應該理他的囉 我應該直接走了 等於是我殺了這隻野獸 我做了壞事情 沒辦法 當作沒看到 這傢伙誰阿 可憨阿 FUCK 他們在這麼近的距離 然後聽到我在那邊 又轟又開槍 我都不會出來救一下 什麼 什麼鬼阿 NO 不要笑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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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了就智慧官嘛 什麼東西 他會害怕那傢伙 他能感受到別人的敵意阿 可憐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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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兒子是未來的 他只會拿手 我手 我的手足夠夠了 我疑這隻野獸能幫我們 你也 你也 你不可以繼續 我以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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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用更好評 並無法審理 這個米勒還是 還是要考慮喔 天阿 可憐現在像白癡一樣 哈哈 他現在才知道 黑衣可以了解 別人的想法 對啦 阿翔,它是不同的,我們可以從外面說話 他之前已經奪得了 阿翔那隻黑衣,等於是收養阿翔就對了 對啦對啦,你現在才知道喔,不要那麼驚訝好不好 阿完蛋了,這邊難不成是結局分歧點嗎 打開他出來的東西會不一樣嗎 該不會是一整隊軍隊在等我吧 還有族人耶 為什麼我的畫面變得黑白的感覺 我們現在不能去那裡,我們如果能開門 有死,近來,四周 但我必須醒他們,或永遠在一起 現在聽到,幫助我們,我們會幫助你 我會,什麼需要做的,我必須醒他們 要如何喚醒這些沉睡中的黑衣啊 蛤? 發生什麼事情喔 難...難不成米勒決定要把我們幹掉嗎 不可能吧 傻小 他...他黑衣給我們看的地方就是最後 黑衣族人純順的地方 你會有門 他...他...會幫助我們 如果你要幫助我們 然後帶他去 然後帶我去 如果我認識他會幫助我們 我會開你的門 追我 我 我是要怎麼說服米勒啦 後面一定會發生什麼分歧啊 該死,我不應該殺死剛剛那隻大猩猩的 可惡 可是不殺我也不知道啊 我又不是玩第二輪了 這個小孩是黑衣 他的臉為什麼變成普通的臉啊 錯了吧 不是吧 我回來D6了對不對 從D6T偷走病毒容器的特工 三小 那是黑衣嗎 為什麼要揮抖 米勒是怎樣 不相信有病毒這種東西存在嗎 我們在薩地歷程必須 去同意分享D6所有的資源 還有知識 這是達成和平會議的條件之一了 我感覺等一下會悲劇了 我去尋找D6的保護衛隊 去到最高的警察 指向Korneyev 指向Korneyev 跟... 他知道什麼 為什麼有一個小孩跟在後面 他們都沒有什麼問題嗎 都不覺得奇怪嗎 拜託讓他出現 而且那個不是黑衣嗎 為什麼我看他的臉變成小孩子的臉 他可以偽裝成人類這樣子嗎 全部都是軍人 都是特種部隊 然後有一個小孩突然走進來 大家都... 都不覺得奇怪 這邊應該是不同勢力的人對不對 這個是... 納稅 什麼鬼啊 這個是什麼軍啊 可汗一衝進來就說 你是個瘋子 你是個騙子 可汗這個根本才... 可汗才是瘋子吧 Ranger stand down RT RT Little one It's your turn 他幹嘛 前面那個是紅軍的傀儡將軍啊 傀儡指揮官 他摸到... 摸到那傢伙了 接下來咧 他是要讓大家所有人看到 曾經發生過的事情嗎 靠腰我在哪裡啊 什麼地方啊 這... 這誰的記憶啊 這是台上那個人 那個傢伙的記憶嗎 可以開啊 這個將軍在威脅這個... 這個... 紅軍的指揮官 剛剛那個就是威脅他的內容啊 他可能... 殺了自己兄弟吧 然後將軍知道那個細節 所以... 他在威脅他 幫他做事 幫他... 完成將軍的... 計畫 好... 這個應該就是... 很典型的... 爭權奪利之下... 出現的... 分歧 這個將軍就是要慫恿... 慫恿這個司令 有沒有 執行愛殺計畫 把他... 兄弟殺了 因為... 他故意騙他說他兄弟... 想要... 奮奪他的權利嗎 是這樣子嗎 馬克希姆就是這個司令的... 兄弟 他們都已經和好了 為什麼要... 啊... 那是有毒對不對 那個就有毒 要毒死了 哈哈 Eux 我就知道... 所以他現在現在變成... 成功... 變成了... 社軍的新秘書長 其實他兄弟並沒有辦法要暗殺他 都是那個將軍的陰謀 根本就被那個柯什麼柯布特的片了 後悔來不及了 我可以直接往前走嗎 鎖住了 沒辦法看了 我被拉回現實了嗎 I see 黑衣怎麼不見了 他承認他殺了他哥哥 所以說這個秘書長現在把所有事情都說出來了 我們現在變成說所有人的共同敵人就是柯布特 大家都知道了 這傢伙不是之前坐在劇院前排那傢伙嗎 我認得他的臉 現在要回去守住D6 紅軍陣往D6攻進來嗎 靠呀怎麼只剩三個人在跑啊 結局了嗎 我要穿上 受武裝了 哎唷 阿痛現在要為了D6奮戰了 要豁出去了 每個人都穿上最武裝 重武裝 那個是黑衣對吧 安娜 他們都不來嗎 要讓我當藍波 哎 你那麼強的軍旗手不來 讓我跟黑衣兩個人去把他們全部幹掉 如果我輸了對大家都不好 廢話 如果我輸了黑衣也救不到他的家人 然後D6也毀滅 全部的種子彈都掉到我頭上 最後一戰 天啊 我覺得他們根本就是把這些爛攤子全部丟到我頭上而已 剛好記錄了對不對 我看一下這個是什麼鬼地方 然後就可以 做個段落 喔在火車上了 我現在是回到 我現在是回到D6對不對 不管了 我看一下日記 我一堆 筆記都沒拿到該死了 D6最後一戰 他走了他做了他能力所及的事 現在他去見他的親人他是他在描述黑衣啦黑衣自己一個人走了他要去他的親人那個地方有鎖的那個地方 他這麼做無可厚非殘存的人類在他們最後的戰鬥中互相殘殺他就是在說我們這些人 要戰爭了 這個不是黑衣的戰爭了 我希望黑衣能夠原諒我們 原諒我們對他兄弟姐妹以及父母的所作所為 所以RT1到最後還是很後悔嘛 但是二代是延續著 那個黑衣 七奇地爆炸的故事所以也沒辦法改變什麼了 黑衣那邊 已經曝光了 OK啦那我今天就先往這邊做個段落 那我們下一部影片再見囉 掰掰